農民采修的台東 每一顆可以說是漂亮又大顆 采修以後 趕緊進行分級包裝 人後交由農會共同文宵 送往國地市場 不然是台東 其他像高麗菜 民豆 今年的修正都是令農民感到懶惰 沒有受到颱風的影響 然後呢 品質又好 比去年增加了 差不多三成左右 品質都很好 大概那個 涼提品的都沒有 都很少都是特提品 跟那個優提品的比較多 五六月那時候又一直下雨 因為品質又差一點 所以若不是五六月那時候的天氣 以今年大概七八月這個天氣來講 收成應該會更好 因為今年的風台比翁年 是減少很多 高雄真是夏天以後 氣候是相當穩定 人愛鄉近年生產的國中高山素材 普遍都是大風修的盡控 山陽大 品質也好 技術雖然不清官 但維持得相當穩定 和農民是增加後不少收入 去年的話 這個時候還是五六百 一箱五六百 今年呢 現在呢 好像比較貴 大概多少 大概有沒有 半箱就六七百 我們現在一箱在農會這邊 差不多一千多塊 一千多塊 那往年 去年這個時期呢 去年這個時期的價錢 崩盤 以我們去年同期這樣去 相比裡面來講 大概增加的 大概增加快到兩萬多箭 今年算是豐收年啦 因為風調雨順 所以價格算是持平 人愛鄉農會基礎 以今年共同文宵的所需來統計 所量增加了兩萬箱 今天也成功七百多萬 特別是中秋節情 台東跟高雷菜 結合競起了最多 比到最近幾年的情況 人愛鄉近年真的是風修的一年 繼續王朝聖蔡風報道 為了